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伍泽天太过锋芒外露 惹得维飞娘娘大为不满 维飞本来是心狠手辣的独邪妇女 因此找到机会就想整武则天 有一次维飞把武则天骗到他的地盘 对武则天进行言行好打 想让武则天驱打成招 但武则天还挺硬朗 硬是没有招 在剧中看到一种特殊的刑剧 可能是为武则天量身定做的 用后主板剧中说是书册串成牌 夹在武则天的前胸和后背 看着跟铠甲一样 弱像装手榴弹的包裹 关键是 这样的家具需要巨大的拉力才可以加紧 给受者力痛苦 剧中用的是农村水井上用的驱水工具 鹿鹿 所以我叫这种行为鹿鹿鹿行 不过剧中显然有个穿光的地方 也算不符合逻辑的地方 就是无论太监如何知之亚表的角鹿鹿 那连着武则天兄辈的主板子的绳子也不收紧 绳子不收紧 所以武则天还是站在地上 如果真的收紧的话 绳子一封紧 它会离地起来的 这个就不说了 其实历史上还真有这样的鹿鹿行 不过不是用来加紧胸背的 因为胸背里面是称圆柱形分布的肋骨 这样的结构最难以压 拱形桥和拱形门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刑具用在胸背部 任凭你陆陆地两大 受着也不痛苦的 历史上的家具一般是靠加紧力 加手指或者小腿的迎面补的 因为这些部位加紧的时候会非常的疼 加手指工具也需要一个拉力 这个拉力一般两个标情大汉就可以 但也有别出新招的施行者 想让受着更加痛苦 就用机械原理来提供更大的拉力 比如滑轮 杠杆等 而陆陆就是一个杠杆 所以可以提供远远超出 标形大汉的拉力 下面这个图 这就是传说中的搭形 也叫夹形 是古代对女范诗用的一种形 蚕是家女人手指 护右撑蚕指 用蚕子讨入手指 再用力紧收 五妹娘传奇这里的陆陆形 显然张冠李带朗 历史没有这样的刑具 只有类似的刑具 那么宽的主板子 加紧胸腔不起作用的 太监力量也不大 搅动陆陆的力量不足 顶多让武则天感觉挤压的难受 除非用几匹马来 拉动缠绕在陆陆上的绳子 估计会达到破坏程度的作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